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健康2.0 凯云陪你守护全家再升级 观众朋友 你有没有注意过自己一些些微上面的变化呢 比方说 有的人觉得自己好像某一些地方有点抱青筋 或者腿部 血管凸起好像蓝色支支网开始往上涨了 或者没有凸起 但是有一点点大腿的部分有点网状的血丝也蓝蓝的 这个时候就在想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甚至有一些下肢肿胀等等 有人会觉得好像没有办法走很久 甚至会有一点半夜抽筋 这到底是什么状况 那么这又透露哪一些健康警讯 脚肿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这几张图片 第一个 看起来就这样好像咸咸肿肿那种感觉 米姑米姑 对对对對 可是 胖啊 不是 这是总浣的问题 范提就来了 你看很多人就说 这个到底是水肿還是胖好像会搞不清楚 对 其实我自己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怀孕的时候其实是下肢水肿一个很高危险群 因为其实我们怀孕的时候荷尔蒙的改变 会导致我们血浆的白蛋白浓度比较低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一个议题 就会从跑到周边组织就会导致水肿 而且其实脚肿其实不论是走路 翻来翻去或睡觉其实都非常不舒服 那我其实是双脚肿 我之前上个礼拜 还遇到一个长辈 她是单脚肿 对 她是左脚 所以还得看双脚或单脚 对 很明显 因为其实她是 很明显的静脉曲张 左脚 所以那时候其实她 她是30年前怀孕的时候 就开始有静脉曲张 然后她就一致没有去理她 慢慢慢慢症状越来越肿 然后还有跟刚刚凯云讲的 开始蜘蛛网状 甚至她左右脚大小脚 所以其实最让她困扰的是 走路大概超过30分钟以上 她就一定要休息 而且更困扰的是 她的裤子一穿 左脚变紧身裤 右脚是正常 所以后来她去检查 发现是静脉曲张第四期 其实下半身的水肿 几乎是每个女生 都常常会讲的一件事情 常常都讲 为什么男生都不会讲 大概有两个原因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站的人是直立的动物 除了你每天都倒立 一般来讲 血在哪里 就在你的脚里面 所以很多人 他早上起来的时候 穿鞋子还很好穿 可是到下午的时候 就觉得鞋子有点紧 脚就是水肿了 大家都觉得好像不以为一 而且为什么都是女生 大概有一个原因 因为女生黄底素的关系 因为各位不知道 你有没有很常发现 如果你有仔细注意 你的月经的状况的话 你会不会在月经前的时候 脚特别容易肿胀起来 还有在怀孕的时候 特别容易肿 因为那时候的黄底素 大量分泌 黄底素就会让你的水分 原来如此 水分流在体内 加上血管扩张 所以月经前 是特别容易肿的时候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要区别说 你到底这个肿 是真的肿还是假的肿 其实我们可以教各位 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其实用你的手指 去压你的小腿 小腿 对 压你的小腿 特别是在骨头的两边 所以是颈骨两边 对 颈骨两边 你压下去 压得下去的才是水肿 压不下去的 第一个有可能是胖 两边都是三层的胖 另外就是真的有疾病 比如说有几个疾病 特别会这样很肿 你压不下去 觉得脚非常的肿 但是你压不下去 有一种就是 深部静脉栓塞 脚会肿得非常厉害 或者是你淋巴回流有问题 淋巴回流有问题 有的时候肺结核 有的时候甚至是癌症 腮准的淋巴 你也会这么肿 所以我才说 其实看脚肿 一定要经过这几个评估 我们一般都会这样算的 比如说你压下去 比如说第一个是 轻度水肿 你压下去大概只有下去 0.2公分 而且一压下去 你手一放 它马上就弹回来了 这个其实就还好 像第二集的话 压下去就大概0.4公分 当然你要数 一秒钟 两秒钟 三秒钟 它就要慢慢才起来 另外一个第三集的话 大概压下去 手指大概就下去 快要到这边了 快要到基加 快要到指加了 而且你要数 大概要十几秒才会恢复 真正最后的水肿 很可怕 我们看过那种心脏衰竭 我们去压 整个手指就这样 匀下去 而且看很久 它都不会弹起来 所以我才想说 如果你真的觉得 你的脚有点肿 请你先按按看 它是真的水肿 还是假的水肿 第二个要注意的是 请要看 它是单脚还是双脚 如果你是双脚 一般比较没有问题 所以他才讲 如果你是双脚水肿 而且水肿很厉害的话 请你先来找医生 先查查看你的心脏 肝脏 肾脏有没有问题 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 你大概就是所谓的 生理性的水肿 那比较没有关系 如果你是单脚水肿的话 一定要马上来看医生 好 接下来第三个 在大腿的部分 会有一些蓝色的 紫蓝色的血丝 这又代表什么呢 这个可以看到 很多三四十岁的女性病患 她会来看门诊 大家都吓一跳 都以为是静脉曲张 事实上这不是静脉曲张 这是叫做 所以它的特征 就是像这个蓝色的血丝 像蜘蛛网一样 都在大腿外侧这里 大腿外侧 就这样散开 事实上这个血管 都非常非常地小 所以很多女性 其实真的很多 到60岁的女生 大概一半都有 多多少少都有 这也是跟长期站立 跟女性荷尔蒙有关 不是因为皮肤比较薄 通常我们都觉得说 皮肤比较薄 皮肤变薄 但是男生比较少 所以事实上还是 跟女性荷尔蒙有点关系 了解 很多人这个来 都以为自己会 以后会变成那种 很粗很粗的静脉曲张 事实上这种是不会 这个都是美观的问题 并不会影响血液的循环 所以第三种 如果你有这种蓝色的蜘蛛网 然后是在大腿的话 基本上不用担心就对了 OK 不过接上来这个 小腿 位置是在小腿 有凸起的血管 最后代表什么意义 这个就很明确了 看到这个图 血管凸起来 变长变弯 这很明显就叫静脉曲张 静脉曲张当然不只是 外表的问题 很多人觉得说 好像是外表值比较难看 所以很多人 说这个脚突起来 觉得说年纪大了 好像有点变静脉曲张的现象 我也不重视外表 我也不穿迷你裙 我穿个长裤 想说不要紧 穿个长裤 穿个长裙 对不对 这个就好玩了 我有一个病人 就是陈老师 国中老师 他是其实身体很好 每天健康习惯非常好 他都是规则的运动人 30岁 40岁 50岁 自我管理相当好 但是觉得说 好像年纪越来越大 怎么觉得脚 好像越来越累 接着最近五六年开始 晚上就开始 睡觉就开始睡不好 怎么睡不好了 晚上睡着了以后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抽筋 抽筋 小腿抽筋 都是很难过的 非常难受 一定会醒来 是 一定醒过来 像抽筋他想说 我应该是有点年纪 步入中年 他因为想说自己脚太累了 慢慢运动量减少 想说这样应该可以 变得比较舒服 不对 他的晚上抽筋的情形 仍然继续持续 直到有一天 他一个朋友看到 云云看到说 大哥 大哥 你这个小腿什么 上面像蚯蚓一样 来 我告诉你 我们到医院来 检查一下 这个医生一看 这个叫静脉曲张 检查一下静脉曲张 跟他讲说 陈老师 这个静脉曲张 平常的症状不只是外表 虽然是男人 不重视外表 但是它会可能造成 你的脚酸 脚胀 脚肿 还有晚上抽筋的现象 所以我们就安排了 这个微创治疗 治疗完了 当天让他回家去 他当晚一觉到天明 回到门前 他跟我讲说 真是 真是舒服 这五六年来 从来没有睡好觉 做完这个治疗 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 其实 那个静脉曲张 会被人家忽略 就是大部分觉得 他没症状 事实上也大部分 都没症状 只是难看而已 可是就好像柯医师讲的 有人会抽筋 可是就知道一个病患 因为静脉曲张 他没有诊断出来 他误诊了半年 他说他去骨科 说他脚会常常会痛 这骨科帮他照X光的时候 就发现他这个地方 有骨刺 又帮他做了合资公证 说你这个椎间盘有点突出 于是他就开始了 长达半年的复健之旅 他复健了半天之后 发现腰酸背痛 真的比较好一些 但是他小腿疼痛一直持续 所以他很气的 换了一家医院 直到有一次 他已经复健了九个月 他觉得小腿还是常常在痛 他就受不了 他有去找那个骨科医师说 你帮我推荐去腹健科医生 我搞了九个月都没好 我这是不是要开刀 他是以为他要开刀了 他去找那个骨科医师 结果那天是夏天 穿着短裤去 骨科医师本来想要再帮他 照一张X光的时候 就看到他的脚说 他说你这个脚怎么那么严重 这么多的蚯蚓 蚓蚓都已经吹起来 比这个还严重 比这个还明显 对 他说你这不大对 因为他有明显的是右脚 比左脚明显非常多 而且他也是右脚 抽筒比左脚厉害很多 他说因为他帮我 照一张X光的时候 发现他的骨刺 没有什么很大的改变 他说我帮你转到外科去 你这个搞不好是 静脉俱脏硬性的疼痛 不是我们的椎内蚓 突出硬性的疼痛 就他就到我们外科了 就我们帮他处理掉 静脉俱脏之后 整个脚就再也不痛了 好那为什么今天 再跟大家讲说 静脉俱脏 不要以为只是难看 不要以为只是对生活健康的影响 因为其实他的威胁性还蛮大的 甚至还有致命的危机 我们长庚医院的皮肤科团队 在去年在世界知名的A级杂志上面 发表了一篇相当有名的一个研究 那里面针对了静脉俱脏作业 就发现这些静脉俱脏的病人 经过长期的追踪 发现这些人 他产生这个深层静脉栓塞 就是脚 这个深层静脉里面有血块 是正常人的五倍 进一步产生肺栓塞 肺栓塞就可能造成生命的危险 是1.7倍 还有周边动脉 不只会影响静脉本身 血管互相影响 它可能会影响到周边动脉 里面有血块是1.7倍 那么这个肺栓塞这个毛病 这个就很可怕了 肺栓塞就是一开始 这个血管 在脚的血管里面有血块 结果血块往上跑 跑到肺里面 这时候就生命危险 类似像心脏病那样发作 然后就有生命的危险 我在去年收治了一个病人 这真的是蛮好玩的 那是一对母女 这对母女 两位都是有 因为遗传的关系 都有静脉曲张的现象 那么小朋友才17岁 豆蔻年华 非常高中生 17岁就开始有静脉曲张 但是外表的静脉 还没有到我们刚刚那样讲 凸起来的 对 妈妈是已经凸起来了 事情是发生在 17岁的小女孩身上 她有一天到郊外去烤肉 烤肉烤着烤着 本来很愉快 结果咚一下倒下去了 17岁 发生什么事情 什么事 赶快就抢救了 送到医院来 原来一查 电脑断成一照 肺部里面有血块 原来是肺酸塞 肺酸塞 我们塞住肺部的血管的时候 整个好像喘不过气一样 氧气马上掉下来 马上昏局了 所以我们医院就给她抢救 抢救了以后 妈妈看女儿 终于鬼门关走了一回 等她回诊的时候 妈妈到我的门诊说 可以是 我也有静脉区酸 你帮我治疗掉吧 他知道现在 这个一定得治疗 因为太可怕了